我自己是做通經絡的 我摸到牠的背後有個位子塞了 他是做通經絡的 牠如果摸到那個部位 知道那個地方是堵塞的 按手跟牠祈禱 牠本身說牠心口痛的 還有心跳有時快有時慢 就是說摸到那裡 牠知道牠的心跳有時慢有時快 當我按手跟牠祈禱 葉牧師又跟牠祈禱 祈禱之後 牠那個位是好很多 葉牧師和牠為那個人按手禱告的時候 就是牠那個有障礙的地方 就通了很多 也就是說神的神級就在那個人的身上 接著牠就說 心口沒有那麼痛 好很多 接下來就說 心口不是那麼痛了 舒服很多了 謝謝神 榮耀歸以主 榮耀歸以主 這個見證的重要性是什麼 就是可以感受到的改變 你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你啊 你是覺得怎麼樣 我今天好多了 也不痛了 剛才打高手 剛才打高手 一下子那一個痛度 一下子消失了 但是我心裡也是有疑惑 有疑惑 可是我是小心 也是軟弱 因為原因嘛 但是今天沒有這個現象了 也不痛了 感謝主 感謝主 都是主的恩典 一直完 我的重點是這樣 謝謝你 我的重點是什麼呢 這是當我們親近神 神的同在 就會帶來祝福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 常常以神為樂 常常討神的喜悦 全面性的尊重神 但是用神的恩典推動 你就輕鬆喜樂 信進神 你要相信 神必定喜悦 必定祝福 必定福音 不是我們的好 我們有不好 求神赦免 這樣的話 神就與我們有強烈的同在 就帶來祝福 這個是我給你們的鼓勵 就是說 真的真心感激神 真心感激神 整個生命就改變了 好了 感謝天父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